今年5月来自北欧挪威的国宝级萨米原著名艺术家马汉士 在文化大学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萨米文化台湾印象半世纪回顾展 马汉士44年前第一次来到台湾还去了兰语留下深刻的印象 睽違44年后在旅居挪威的策展人王香香协助下 马汉士带着自己的艺术创作重返心心念念的岛屿 他也走入校园和学生们分享萨米文化 以及他关注的原民权益及环境议题 是什么样的机遇牵起这段横跃八千公里的缘分 兰语经验对身为北欧原著名的艺术家又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一起来看我们的观察报道 以从1989和1980年代 我记得了很多次 我必须回复 我必须回复 你怎么回复 所以现在我现在在这里 我感到很高兴 横跨半个世纪 穿越半个地球 一场在半年内发生的奇迹之旅 今年5月23日 为在阳明山上的文化大学华岗博物馆 举行了一个十分特别的开幕记者会 受邀展出的艺术家马汉士 来自北欧的挪威 高龄78岁的他 是北欧的原住民萨米仁 马汉士44年前曾来过台湾 足迹远达兰语 他与台湾的深刻缘分 打动了旅居挪威的台湾景观建筑师 也是策展人的王湘湘 于是决定替他跨海办展 去年9月的时候 因为公司的独立托办员的 一个北极的制作节目 采访到这个艺术家 马汉士这样子 然后认识他的时候 发现他居然在1979年 有来过台湾这样 所以这个展览才开始 很感动就是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移民 在这个外国人的家里面 看到一系列台湾的照片 而且是我根本还没有出生的时候的台湾 我觉得是一种很难形容的感觉 马汉士朝年关注萨米文化 在挪威政府殖民主义 以及挪威化政策下 遭受的不平等待遇 他透过艺术创作 传达对饱受压迫的原住民文化 和生态自然议题的反省和思考 再加上他特殊的身份是原住民 那他想要表达也是 全世界不管哪一个地方 我们都应该要互相尊重 这样子 这些意义是 我想要从这个展览带给大家的 持续丰沛的创作产能 让马汉士获得不少奖项与肯定 2022年 更被挪威国王 受与圣奥拉夫勋章爵士荣贤 此次来台展出的作品 包含多种形式 除了艺术家广为人知的 传统撒米文字地图的制作外 更包含当年旅行兰语的田野成果 所以他做的所有的地图里面 都是没有边界的 都是只有水文跟高山 然后他用撒米人的文字 把这个地图上面的地名 全部用自己族语把它标出来 没有边界的地图 是马汉士美学的中心思想 藉由作品表露 对不同文化的相互尊重时 也蕴藏了艺术家重返故地 拜访故有的向往 我们再结束了 我曾经在1979年和1980年 以后 希望认为一些人 我认为那时尊重的 我认为 我希望他們能夠解釋 台灣是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 而且亞美人也有 離開台北 馬漢是在策展人的安排下 來到花蓮東華大學 和原住民學院的學生面對面交流 我知你會在舞蹈 這是很奇怪 沙米人是一位少人 沒有舞蹈 我認為,像很多人在世界上 我們嘗試遭避這個威脅 因為, strangely enough, 很多人認為 人們是價值得少 但這當然是不正確 喜愛音樂 同時身為原住民的馬漢氏 唱起薩米傳統鼓搖 別具奕奕 現場學生也回贈美麗的歌聲 給遠方來的貴客 謝謝 謝謝你們 還有一個嗎 音樂無國界 繪畫藝人 馬漢氏在台東寶桑國中的文化講座 和版畫工作方 也得到學生們的熱烈迴響 我學過中文五個月 所以我的中文不太好 對不起 台上講的用心 台下也踴躍提問 不只聽講 還要動手實際操作 馬漢氏遠從家鄉帶來三個自己刻的版畫 要讓學生親手練習印製 這裡啊 這邊有三張阿公的那個 柯的版畫的原版 很珍貴喔 然後我們平常我們都用馬畫機印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會用手印 然後阿公等一下會示範一下他怎麼印 在現場忙進忙出的美術老師張靈宇為了工作方順利進行 接近心力準備 他深知偏鄉教育缺的並非硬體設備 而是串聯國際的視野 今天早上 這早上我們會用孩子的 孩子的背景 都在這裡 謝謝你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會有多大 然後打開我們的心胸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跟世界交朋友 我覺得就會反觀過來 其實我們收穫最多的一定是自己 因為我們會更看清楚自己 知道自己有多特別 雙向交流需要橋樑 馬漢是能夠在進半世紀後 重返台灣和蘭嶼 張靈宇便是其中的關鍵人物 因為我跟那個翔翔 四年前互相認識在台灣 他們認識一個在北極的一個藝術家 然後他說他來過台灣 四十年前去了蘭嶼 然後有一家人他很好 他什麼這輩子最美好的回憶 他希望在有生之年還可以再回來 然後辦展 剛好就是來台東的前四年在蘭嶼教書 但是還是有認識的同事在那邊 然後就請大家幫忙 然後大家也都很願意 然後我們就是從照片 收集資料 然後就最後就真的找到那一家人 來台灣辦展 是馬漢是重返記憶的路徑 路的另一端 是他心心念念的蘭嶼 以及在那裡曾經帶他如家人的朋友 我願意去找遇見人人 所以我看見人人 在北極的台灣 然後我願意去小小島 在北極的台灣 我願意去那個酒店 然後一位年輕人來跟我說 你不需要住在酒店 你不需要住在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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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蘭嶼娃 當然我承認了 我住在那裡 幾個星期 馬漢是口中的蘭嶼娃 如今住在台北三重 中文名叫做周朝明 得知久違的朋友將要來訪 他特地請假 從台北連夜趕赴蘭嶼 我當然期待 你見到他第一句話想跟他講什麼 不行了 沒有掉了不好看 看到了 滿是 滿那碗 哦 滿是 那你喜歡 沒有 Long time no see Yeah long time 哈哈哈 Nice to see you again Yeah Yeah I give no key 哈哈哈 I'm sorry I love my name 薩米藝術家造訪的消息 很快在島上傳開 周朝明的三哥 周朝成也來了 你好 沒有什麼變 頭髮變早了 我們這邊買不到花籤 不然要買哪花籤 給你 好的 對啊 可以啊 龜藝還可以買 可以 你可以啊 條條千里來到蘭嶼 馬漢氏貼心的為大家準備了禮物 I want to give you this You can look it Open it and look for this OK 這個 去找耶穌樓 我 他拍的 這公親的 Saman Labuan Rapuan 我看身材就不是 身材是一樣說 是不是 是不是 我來看 他不是 不是 是 是 我的 這是我 哦 是的 哦 我的也有啊 不然你問他 不然你問一下那個 他說要記得你當年送給他 這本項目要他留念 他收藏44年 然後他想說你會不會 你會不會看你一下 他要送給我的嘛 他要還給你 他要還給你啊 他要還給你啊 送給我就對了 沒關係 因為這個都是我啊 對啊 這是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 是的 難得的相聚 周潮明一家人當晚 在餐廳設宴款待 許多朋友 親戚都來了 韓軒 唱歌 交換想念與回憶 你們帶爸爸和媽媽 哦 爸爸媽媽 爸爸媽媽 我看到他的照片 這個是爸爸媽媽媽 那麼年輕嗎 他畫的什麼 很像是那個 有血台灣回來的 當年周潮明騎機車 載著馬漢市環島多次 馬漢市留下 大量珍貴的影像記錄 島上許多角落 都有兩人友誼的見證 相隔多年 兩人終於有機會 再次重溫年輕時的旅行 那個 應該是緣分吧 緣分 他要過我們那個亞美人的生活 融入我們亞美文化 社會裡面 覺得這樣吧 我非常高興 我當然很高興 來回來了 非常高興 去見到 新闻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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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orian湾 新闻湾 新邊緣湾 新旅行 时间为小岛带来许多改变 不过马汉市当年亲眼目睹的 核废料储存厂却仍然毅力 曾参与挪威环境运动的他 谈起当年的景象 人历历在目 你知后我已经回来 我学习了这些核废料 因为我看到 芝麻利一带我来展示 我说他也不说什么 因为我认为他害怕 但他也显示了 我认为Yarmi他有工作 我可以看到他的面子 他有些浓缩的地方 我认为这不是自然的 所以我开始认为这地方 当我回到家 我认为这地方是很坏的 這是一個地方 where atomic waste is put and that is such a bad thing of the authorities to do 特地再度前往核廢料儲存場 馬漢市徘徊的身影 彷彿有許多未盡之語 德之島的另一端 也由國小正在慶祝六十週年校慶 馬漢市在教室裡 為小朋友彩繪各種痛悟圖樣 其中包含他最喜歡的飛鳥 薩米人相信萬物有靈 人類是大自然的一部分 每個生命的存在都有其重要的意義 你可以去台灣 在地上 我朋友來了 大阿拉 是我的老婆 是英文嗎? 不是,大路 是中古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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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中古人 是中古人嗎? 是中古人嗎? 馬娃颱風的來襲 迫使周朝明必須提前搭船返台 一別半世紀的重逢 無奈匆匆提前畫下句點 拜拜 拜拜 再見 再見 五月底已經是飛魚祭的尾聲 薩米藝術家重返蘭嶼的奇蹟之旅 也順利完成 飛魚來年人會再度造訪 說不准自己歸齊的馬漢氏 有了達悟的族名 那是蘭嶼的家人 會指引旅人方向 而留在他心上的坐標 走四周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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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 Ellehansa e Scamese 我還有 Yami Shibia Sonnaku-nakum 意思是 一人與良心 马汉市圆了自己多年 希望重返台湾和蓝宇的梦想 他带来的萨米文字传统地图等创作 以及当年在台湾蓝宇拍摄的大量影像记录 也成为台湾社会珍贵的礼物 现在先休息一会儿 马上回来